欢迎回来看我们的这个麦子学院的德德CMS反乱教程第六章 我们这一节课来讲一下我们这一个6.4.2 我们的一个前台功能的一个详情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稍等会啊 好那么我们之前讲的这一个德德CMS一个麦子麦子FAQ这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是只有我们的这一个叫做我们的一个类表页吧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类表页 这会儿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详情页 做一个详情页 那我们只是简单的做一下我们的详情页啊 就是原理是一样的啊 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这个GunWeb 好然后呢再打开我们的这一个界面哈 那我们的这一个模板的话是在Templates里面的PLUS 然后在我们的这一个麦子FAQ里面对不对 好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这一些好 那么这一个的话上节课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比较简单的这样子把我们的头部放进来啊 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对吧 好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时间问题 戴特利斯特对 我们看一下你没找应该没找错啊 输出一把s啊 刷新 好说明我们找的页面是没错的啊 那么我们这一个麦子FAQ U-Image的一个Time的图片是不在的啊 不在的话我们直接不要了啊 反正界面上的美观的话 大家自己去网上一下啊 我就不给它做了 好那么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需要给这一个东西加上一个UIL 让它点了会到我们的详情页啊 到我们的详情页 那么我们首先这个样子啊 它是一个table 所以我们把整个页面包含在我们的A当中 当然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写法啊 不过我们没关系啊 我们就直接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做 不规范因为我们是做例子啊 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呃 php操作啊 把这个呢 fad 然后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我们的UIL 做一个UIL 那么我们准备把它放到哪里呢 这个miceFAQ miceFAQ 然后如果说直接是ID的话 它是到我们的页面上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叫做 这样子吧 我们就叫做 view加上 view加上我们的这一个ID哈 好 那现在我们刷新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啊 那么现在的话这边就变成一个A链接啊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它会提示我们呃 没有我们的找不到我们这个页面哈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的一个伪静态规则 好 已经的规则 把它放到这呢 这边复制一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 view开头 对不对 零到九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到miceFAQ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一个 P-L-U-A-S的这一个 P-L-U-A-S里面的这一个miceFAQ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给它一个Action 给它一个Action 那它的Action的话我们就叫做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页是怎么做的啊 文章页是怎么做的 那么我们就找到我们的不行啊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看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这个东西啊 feedback 然后add girlsbook qrcode 是我们的二维码相关的东西啊 好 这边有个task 应该任务的相关东西啊 这边有个view 我们看一下这个view是什么东西啊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view的话会 啊 获取一个我们的一个文章啊 然后下面是我们文章相关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个到了ARC display ARC 那可能我们得咨询办法啊 把它加进去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这边是一个datalist 那么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操作吧啊 然后I'll see if 我们的这个action呢 actln呢 会等于我们的这一个view 好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直接 echo一个dollar id 啊 然后退出一下 好 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 伪晶泰这边就改成麦子学院的这一个action actln呢 会等于我们的view 对不对 然后并且我们的id呢 会等于我们的这一个第一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 好 那么是这个一样子 然后虽然在刷新 他就获得我们的7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返回这个页面 我们到第一页 然后点击第一页 他还是7 然后第二页呢 第三页 哎 我们好像这个东西掉错了啊 我们这个东西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把这个bug给修一下啊 好 看一下这什么情况 title33333 全部的这样子啊 ok 好 那么我看一下在线留言这个地方啊 我们后面还有一串参数的 好 还有一串参数 好 我们这边再来 ky0啊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参数是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dotsms其实是挺垃圾的啊 vnww 因为它经常会出错啊 经常会出错啊 现在有两条留言 对不对 然后我再把这个gistbook 这个留言板 把它的这个弄少一点啊 好 然后刷新 我们现在点击下一页的时候 我们看到 哎 g-o-e-s-t-b-o-o-k 好 我们上次有改到一个data scp的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不是有没有哈 我们现在发现bug 那我们现在把它返回去 把它给改回去啊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我记得我们是有写一个 呃 常量的啊 我们也写个常量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define我们迈着faq 对不对 好 如果说我们faq 对吧 那我们在这边输出一下 我们这个 看它是 什么情况 好 这边输出的是1啊 然后这边输出的是什么呢 好 输出的是这个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改一下 因为它直接判断是一个字符串 让它等于try 好 这个地方也改一下啊 这个地方也改一下 这个地方也改一下 那么现在再刷新一下 点击第二页的时候 还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直接这样子改吧 等于1啊 那它必须等于1的时候才这样子啊 替换一下全部 替换一下全部 然后再刷新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bug就修一下啊 这边有个totally set 看到没有 这边有个totally set 那么totally set 的话我们需要是传到我们这一个地方去啊 传到我们的这一个 嗯 假设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删掉啊 totally set 给它删掉的话 现在就会出问题啊 看到没有 变成我们的第一条啊 所以它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呃 写法啊 这个写法的话 一是为了一个效率的问题啊 为了个效率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操作啊 其他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totally set 查找一下 好 这边有个globaltotally set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输出一下 有没有我们的totally set 好 然后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啊 刷新 totally set 然后这边输出一个1吧 刷新 好 我们1是有 但是我们totally set没有啊 totally set没有 那我们到第一页的时候呢 也是没有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用global来 把它给取出来啊 然后再一口一个 我们totally set 刷新 还是没有啊 还是没有 那么我们这边有个共识页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得修改一下啊 我们的totally set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的values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这个totally set呢 也给弄进来啊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地方是违禁态 所以说没办法用我们的totally set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是 一是加到我们的ur啊 第二个的话我们得把它给隐藏出去啊 把它给弄出去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弄出去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弄出去啊 或者这样子吧 我们就直接给它加到我们这边来了啊 给它加到我们这边来啊 给它加到我们这边来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子改一下就非常方便啊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就这样子改一下 把这个totally set 等于 我们的$1 对不对 并且我们的page number呢 等于我们的$2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需要 需要来一个地方啊 麦子 麦子FAQ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来刷新一下 插到全部 好麦子FAQ这一边 我们需要改一个东西啊 这边有一个total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total list set total page 好这边有个list的一个total list set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给放到我们的 好 这个地方来啊 这是第一个 把它放到 这 然后下一个 放到我们这里 在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改的啊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这样子会提醒我们没有啊 那么我们是有四条记录 这样子 好 这样子就有了 我们第二页 第三页 好 现在我们这个title是变了吧 第四页 title44了啊 现在是正确了吧 好 那么我们再点击一下啊 到这边是显示我们的一个四啊 显示我们的一个四 好 那么我们这一个搞定之后呢 就是需要给它做一个页面啊 在我们的这一个messFAQ这边 给它做一个页面 那么页面要怎么来做呢 我们得 嗯 嗯 看一下啊 这边有一个Display Win.Display 我们可以用一个最少的方式 还是用这个东西啊 用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用我们的这个template啊 或我们就不改了吧 为了简单方便 我们还是用这个形式啊 那么我们这个messFAQ的话 我们就只取一个ID啊 只取一个ID 非常简单 好 然后pagesets也是只取一个啊 这些就其实没关系的啊 我们这个也不要 好 给page rank 好 这个也不要 这些 好 这些我们就需要了啊 有个template 我们给他set一下 然后sauce 我们也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这么一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做mess的一个view 好 mess的一个view 然后现在我们刷新 看它template 一个not file 就是找不到我们的模板 对不对 好 那么找到不好 模板我们就把模板加上 对不对 然后找到我们的一个messFAQ 然后复制一下 叫做messVAW 好 就是这个东西啊 mess问答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好 到这边来的话 我们还需要做一步操作 就是获取我们这一个ID的这个值啊 获取我们这一个ID的这个值啊 那么我来看一下怎么来获取啊 怎么来获取啊 怎么来获取啊 好 假设说我们直接在这边eco一个 我们的$FIELD 或者是直接输出我们的这个ID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啊 刷新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输出来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一些的样式 我们就不要了啊 这些样式不要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直接叫做我们的名称啊 直接叫我们的链 好 那么我现在是没有获取到东西的 所以说不能有东西出现啊 我们没有获取到值 所以说没有东西出现 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把这一些东西呢 给可以删掉了 这个也可以删掉 好 这个也删掉吧 到这都删掉啊 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简单的东西啊 一个content 对不对 然后里面呢 会有一个h1 h1里面呢 直接phb输出我们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文章一 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叫content吧 这个地方就叫做我们的一个box 直接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我们的内容 对不对 content 好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再来一个div 好 来源 好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email给输出来 好 直接这样子 简单又方便刷新 那么我们在这边直接写我们的css啊 它的一个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就写980吧 好 然后h1 好 其他的可以不用的可以啊 980太多了960 我们就是一个960标准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 我们box里面的h1文字居中 这个也是文字居中嘛 好 那么就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需要获取到我们的这一个值 我们这边有一个get1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呢 给调用过来 放到这一边啊 这边获取我们的mets 然后这边直接获取我们的一个id 好 然后我们的dollarinfo啊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把dollarinfo给打印出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能不能获取到我们的这个值呢 ok刷新 发现获取不到我们的这个值哈 好 我们是获取信号刷新 好 这边我们就email content 都可以获取到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直接在前台呢 需要做我们的这个dollarinfo 你看 名称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dollarinfo的名称 ok 那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啊 刷新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内容页给调用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下一个是来源一个是叫我们的发布时间 好 这就叫时间嘛啊 然后我们也是用我们的 这个 php 一口一个data ymdh is 然后连接上我们的dollarinfo add time 刷新 好 那么我们时间标题来源都有了 对不对 刷新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一个详情页的一个制作 还有我们详情页的一个伪晶态标题啊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讲